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剪辑侦查 她可以前一秒钟声泪俱下 下一秒钟冷酷无情 她的故事多次拍成电影 已经是当代杀人犯传奇 2007年 意大利一起凶杀案震惊全球 当时被怀疑的凶手是她 20岁的阿曼达诺克斯 来自美国西雅图留学 意大利在酒吧打工 还教了个男朋友拉斐尔 终日生活糜烂 甚至吸食毒品 外形亮眼的她又被称为天使杀手 被害人是来自英国的留学生梅兹 是阿曼达在意大利最要好的室友 照片中两人笑得灿烂 但就在2007年11月2号 梅兹被发现沉湿在房内 惨遭割喉当场身亡 身外现场血迹斑斑 梅兹全身赤裸倒在地上 惨遭性侵杀害 全身总计有47处刀伤 场面血腥恐怖 但就在警方菜证时 阿曼达和男友竟然在屋外亲吻 不只行为古怪 阿曼达的供词更是不可常理 阿曼达声称回家时大门没关 进到浴室发现血迹斑斑 却照常先洗澡 才进到房间发现尸体 但证据会说话 阿曼达情侣嫌疑重大 警方在胸刀上检查出阿曼达跟梅兹两人的DNA 而梅兹的胸罩上则找到拉斐尔的DNA 而另一名供犯来自象牙海岸的奎德供称 和阿曼达情侣三人喝酒吸毒后 邀约梅兹参加性爱游戏 但梅兹拒绝惨遭毒手 阿曼达情侣有罪分别判25年与26年的有期徒刑 2011年两人提起上诉 案情却大逆转 原来当时意大利警方没有封锁现场破坏了机证 辞者医务上的DNA也是事隔多日才采集检体 搜证过程有瑕疵 二审法院认定 证务可信度不高 改判无罪 在意大利被羁押四年 阿曼达的亮丽外情 让她在审判期间获选意大利2011年十大美女 隔年也入选男性杂志的百大辣妹排行榜 收拾行李回到家乡 阿曼达艳然成了国际巨星 上遍各大媒体 楚楚可怜 诉说委屈 但无罪判决舆论舆论 意大利最高法院发回更审 2014年又再度翻盘 阿曼达被判刑28年 但或许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 阿曼达的父母陆续砸下6000万律师费 让凶刀DNA不采纳为法庭证据 2015年阿曼达获得无罪判决确定 兄弟们 我们在审判 你怎么在乎 一个天使般容貌的蛇蝎女子 一起没有真凶的性侵谋杀案 阿曼达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电影 传闻她收了一亿两千万天价 出版回忆录 看似重生但杀人犯三个字 始终如影随形